好 各位同学欢迎来到新东方在线的课堂 那今天将在这里我给大家分析一下英语2翻译的2015年的考题 给大家做一个逐句的详细的讲解 那还是按照惯例建议大家在听我讲解之前 要么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呢 自己逐句把它翻译一下 或者还有一种方式 一般我们认为最好英语2的题比较简单翻译 最好认为大家按照考场时间20到25分钟 把这整段文章翻译完之后再来听我讲解 好 那我们看一下2015年翻译题英语2 首先这个文章大家知道每一年考完之后 我立刻对这个文章做一个最基本的分析 当年我找到了这个文章看到之后呢 这个文章团们总共有十句话 有156个单词 英语大造考研翻译 无论是英语1还是英语2 要求控制的总字数总是要控制在150个词左右 大家知道考了十句话 这个十句话的难度呢 就相当于咱们2010年的难度 大家如果对真题英语2的翻译真题有所熟悉的同学 就会发现2010年考的也考了十句话 所以呢 应该不要起来偏简单 因为大家知道在2012年考研翻译 英语2的考研翻译 总共只考了六句话 那六句话的难度的话 同学们就可以达到了英语1的难度了 那但总的来说英语2的文章呢 我们看一下今年的那个2015年的题 它来源的是一篇心理学方面的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的原文它有一个标题 The whale traveled road effect Why familiar routes fly by 好了同学们 这个文章呢 初题人对这个文章稍微有一点点改变 我们说英语2的文章 它总是选一些生活化的文章来考我们 比如说我们谈到了2012年 考的是那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的现象 然后呢 还有2010年考的是泰德宁早工作的现象 那还有比如说考过的是二氧化碳的排放 还有考过的是一个具有超强记忆力的人 那同样2015年也考的是一个生活化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讲的是 大家可以看到 Why familiar routes fly by 就是那些熟悉的路线呢 Fly by就是像飞一样的过去了 其实就是一种熟路的效应 就是那样 就是说如果你开车走在一条熟悉的路线上 你会发现好像感觉耗时比较少一点 讲的是这么一件生活化的事情 所以同学们这一点带给我们启示 就是咱们要考 马上在今年年底要考试的同学 就要关注就是这种生活化的东西 因为英语1的文章偏学术化 如果你有了大量的英语1的长蓝句的训练 再来说英语2的题就比较简单 好 废话少说 我们看一下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他说 think about driving a route that's very familiar 大家知道按照惯例 我们还是对文章拿到英语2的文章 首先要做的在考场上 要对每一句话做一个续号的标注 就是拿到文章以后 立刻在每一句话前面标上一个 1234567890 标上这样的续号 标上续号以后 大概看一下这个文章 比如说大家可以扫一下这个文章 通先谈到的可能就是比如说 familiar 还有root 还有travel这样的词 还有driving这样的词 马上就得出一点印象 讲的是开车 讲的是可能是一条路线 讲的是熟悉 这就是英语2拿到文章 就要做的事情 好我重复一遍 把文章扫一遍 然后呢抓住几个关键词就可以了 第二件事情 对这个文章做一个 每一句话的续号标注 抱歉 就是标注一下 这个文章总共有多少句话 那这时候就开始逐句翻译了 在做逐句翻译的时候 仍然需要像英语1的那种方式 断句 画竖线 拆分句子结构 那比如说 这里我就做了一个拆分 think about driving a route 然后that是一个非常清晰的断句点 断句完之后 我们就开始对着它 打草稿 一个一个写字 think about 思考考虑 想一想 driving 开车 a route root root这个词应该不算难 叫路线 线路 好 that's very familiar 非常熟悉 所以我们可能第一遍 打出来的草稿是 思考 开车 路线 非常熟悉 那我们首先搞点前面一点点 这个思考 开车路线 啥意思呢 就是想一想 设想一下 所以同学们严格意义上讲 这第一句话呢 是一个起始句 就是没有足语的句子 就是请让我们想一想 是这样的一层含义 或者设想一下 然后开车这个路线 同学们这两个字 怎么把它连贯起来啊 特别简单 开车行驶在一条路线上 什么路线呢 好 这是jet引导的定义 从就可以往前放 行驶在一条 非常熟悉的路线上 这第一句话 就算翻译完成了 好 那想想 开车行驶在一条 什么什么路线上 所以这个driving route了 如果你第一遍翻译的是 开车路线的话 你马上就要知道 它是应该开车行驶 在一条路线上 好 同学们这是对第一句话的讲解 好 还是按照惯例 来看着英语 跟我把中文整理一遍 开始吧 怎么说 设想一下 或者请想一想 开车行驶在一条 非常熟悉的路线上 当然同学们 这里也可以翻译成 设想一想 我们正开车行驶在 因为driving对不 也可以 同学们这样的答案 我们加一个 我们正开车行驶在 一条非常熟悉的路线上 都是很好的答案 好 我们再看一下第二句话 It could be your commute to work a trip into town or the way home 好 同学们这句话 稍微有一点点难度的就是有一个单词 Commute 同学们 这个单词也还是偏简单 考研阅读考过 同学们 Commute是指上下班通勤的路线 就是上下班往返 它其实如果用英语解释的话 它可以用travel这个词来解释一下 travel 就是指什么呢 A regular travel 通常的往返的 regular经常走的 那么一条路线 那上下班通勤 好 还要注意同学们 这个eat 这个eat 它指代的是那条路线 那条熟悉的路线上文 好了 所以这个eat就可以翻译成 这可 可能是 还要关注到 同学们 这里还有一个could be 也许是 可能是 是一个虚拟的 是一个设想的状态 所以 如果我们把eat翻译出来 这条路线 可能是 可能是什么呢 你通勤到工作的 那个地方的路线 所以我们说通勤到工作 其实就是指上下班的路线 那后面 后面 a trip into town the way home 比较好翻译 他们并列和 your commute to work 并列做那个表译就可以了 所以它应该是 这条路线 可能是 或许是 上下班的路线 或者呢 进程的一条路线 a trip 大家知道 trip是这一 一个旅行 一个小的旅行 所以 就我们把它翻译成路线就可以了 或者是 回家的路 都可以 好 这是第二句话 那 我们来看的英语过一遍 注意几个点 commute是上下班通勤的路线 it 它指代的是 这条熟悉的路线 或许是 或者 这里我们可以直接翻译成 它 或者这条路线 然后could be 也许是 可能是 好 来吧 开始 看这英语说一下 这条路线 可能是你 上下班的路线 是进程的那条路 或者是 回家的那条路 都可以 好 再来 第三句话 whichever it is 断句了 那whichever it is 是一个让步的状语重句 you know every twist and turn like the back of your hand 好 同学们 这个地方稍微有那么一丝丝难翻译的 其实就是那个twist and turn 好 我们等会儿再来讲解 我们从前往后看 whichever it is 好 同学们 这个whichever 其实是无论哪一个的意思 大家知道 which是哪一个 ever加强语气 无论哪一个 其实是指上 承接前面说 无论是哪一条路线 可能这样会好一点 我们把它说清楚 当然大家知道 要关注这种 比较ever的词比较强调 如果前面大家听 那个咱们新东方在线课堂的 英语语的抢卦阶段 因为我要求听英语二的同学 听一下英语语的 至少要把基础阶段的课程听完 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把抢卦阶段的课程听完 那在基础阶段的时候 我讲过 比较witch 比较ever的词 我们 ever这种词 夹在前面 它夹在后面 比较强调 我还说过 在状语重句那个地方 还说过 比如说 whatever 还有wherever 这样的词 托门 就是在我们那个年代 流行有一首歌 就是叫此情可待 有这么唱的 whatever you do whatever you do wherever you go I will be right here 懂了吧 就是大概是这样的 所以whatever 无论什么 whatever 无论哪 所以这个ever 不要强调 好 可以了 对不起啊 我刚唱歌太难听了 是不是伤得你们了 然后再来 那无论这条路是什么路 无论它将是哪一条路 其实这个意思 you know 你知道every twist and turn 好 他们这个twist and turn 就比较有意思了 大家知道twist 本来也是转弯的意思 turn也是转弯的意思 它其实就是指每一个拐弯 那它为什么要twist and turn呢 他们 这里有一点修饰手法 我们知道英语当中 中文当中 中文当中的诗歌押韵的话 它一般是压尾韵 什么叫压尾韵 就尾后最后那个音落下去了 比如说床前明月光 疑似地上霜 但英语呢 也有压尾韵的现象 但它也有压头韵 twist and turn 那有没有发现 都是t开头的开头 所以twist and turn 这个叫压头韵 它其实是表强调 就是每一个拐 每一个弯 所以其实我 本来那个twist and turn 它就是拐弯的意思 对不对 但我也为了比较强调 我们给它翻译成 那你可能会知道 每一个拐 再来重复一下 每一个弯 对不 就把它强调出来了 like the back of your hand 好 同学们 就像like the back of your hand 其实是 like you know the back of your hand 就像你知道你手 新手背一样 同学们 这时候其实就说的是 你对那条路线非常熟悉 知道每一个拐 每一个弯是啥情况 其实就是知道那条路线 那就像你知道你的手背一样 什么意思 那正好中文有对应的 叫了如指掌 非常熟悉 那不就翻译好了吗 好 所以同学们 关注一下这句话的现象 当我们需要记住的 这个twist and turn 同学们考到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呢 whichever这种词 我们需要关注它 无论哪一个 无论是哪一条路 好 来看这英语 给我过一遍 开始吧 那不管它是哪一条路 那你或许知道 每一个拐 每一个弯 就像 你了解你自己的手背一样 可以同学们 那我还可以把它翻译成 你知道每一个拐 每一个弯 对此了如指掌 非常熟悉 对吧 加成语气出来了 好 这是第三句话 我们需要关注的 再看 第四句话 稍微长一点点了 on these sorts of trips it's easy to lose concentration on the driving and pay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passing scenery 好 我们看一看 有哪些要点需要关注 首先断句点 on these sorts of trips 他们其实是 on the trips 对了不 在这些路途当中 对不对 好 同学们注意 这个trips这个词了 我不建议大家把它翻译成旅行 不建议 它其实就是指路途当中 sort种类 sort是种类 那这个词同学们 在我们考研翻译当中 是会经常考到的 表种类的词有sort 还有kind这种词 大家需要关注 在这些路途当中 就可以了 不要把它翻译成 在这些种类的路途当中 是指啥 这个sort of 它其实是强调 就是你前面熟悉的那些路 懂了吧 好 在这些路途上 it's easy to 好 这里有一个形式主义的现象 我们说形式主义的翻译 it is easy to 很容易的事 对了不 或者做什么事情 是很容易的 那类似的结构 比如说 可能会考到的 it's important it's important to 做什么事情 是很重要的 或者重要的事 所以在这些路途上 很容易的事干嘛呢 好 我们看一下 后面稍微有一点点难 我们需要转一下弯 lose concentration of the driving 好 我帮大家打一个草稿 他们越南的地方 做翻译越要打一个草稿 什么意思呢 首先我们看到 concentration on the driving 大家知道 concentrate是集中注意力 比如说老师上课 让你concentrate 对了吧 所以concentration on the driving 集中注意力开车 那但它前面加了一个否定的词 这个词有一点点否定的意味 lose concentration 失去了 没有注意力 所以 开车的时候 心不在焉 就是这个意思了 所以lose concentration 失去注意力 那就是没有注意到 没有注意到开车的情况 所以开车的时候 心不在焉 我用了这么一个说法 and 好 我们再看一下后半句 and pay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passing scenery 好 我们还是打一个草稿看一看 首先pay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passing scenery 那照pay attention to 叫注意关注到 little 几乎很少注意到 很少注意到什么呢 注意到那些风景 scenery 同学们 这个词比较简单 什么样的 scenery呢 passing 一消失而过的 其实就是路途当中的 这些景色 所以很少注意到路途当中的景色 那考虑到前面 同学们 我们翻一个 开车的时候 用了一个四个字的 叫心不在焉 对了吧 就是 对此 就是心不在焉 就是开车的时候 那所以我们呢 对路途当中的风景 也是毫不关心 也可以 同学们 用这样的词来翻译 好了 可以了 那看着英语过 过一遍 或者对路途当中的风景 很少关心 都行 好 看着英语过 过一遍 注意在这句话里面 我们学到的一些词 比如说trips 不要老翻译成旅途 sort of 种类 这些路途上就可以了 its easy 是一个形容词 构成的its easy easy这个形容词 加前面的its 构成的一个形式主义现象 好 concentration 它习惯搭配on 关注什么 lose concentration 对什么没有关注 所以我们说 对此心不在焉 然后pay attention to 叫注意到 pay little attention to 很少注意到 很少注意到 那些路途当中的 消失而过的风景 就可以了 passing 大家知道叫通过 好 来看这英语复习一遍 开始吧 怎么说 在这些路途当中 很容易对 在开车的时候 心不在焉 或者是 对路途当中的风景 也很少关注 好 可以了 这是第四句话 稍微难那么一点点 总的来说 同学们 大家有没有发现 2015年的考题 比较简单 英语二的题 尤其是大家 真正在最开头的时候 听我劝的同学 做了英语一的 基础阶段的那些句子 起码把英语一的 就是在基础阶段 定义重句 状怨重句 和被动结构的课听完的同学 那做翻译起来 翻英语二题就比较简单了 如果你真的把 想话阶段的课听完的同学 那就更了不起了 好 我们再看一下 第五句话 奥特曼这句话 有一个单词比较难一点 结构也相对复杂一点 我们看一下断句 首先that这个地方断句 这个地方为什么断句呢 is that 后面跟的是表语重句 that you perceive that perceive大家知道 是一个动词 动词后面跟的that 是一个宾语重句 the trip has taken this time 然其实这个地方 也可以小断一下峻 它是连接的一个 比较壮与重句 好 可以了 那我们看一下 从前往后看一下 the consequence 大家知道 consequence叫结果是 对了不 结果是指 你对前面开车的时候 心不在焉 然后对路途当中的风景 也很少关注 其实讲的是这个结果 结果是什么呢 you perceive 你好 passive这个词 非常重要的一个词 大家一定要记住 passive叫意识到 察觉到 感觉到 那结果是 你会感觉到 感觉到什么呢 the trip has taken this time 这路途当中 这条路途当中 是指这条熟悉的路途当中 the trip 定观词 那has taken this time 花的时间较少 比什么呢 比它准确 比它应该 确切上花的时间要少 比它实际上 花的时间要少 都可以 都可以 看那英语过一遍 跟我 开始 怎么说 那结果是 你可能会感觉到 察觉到 passive这个词 同学们记得 这条路 可能会花的时间 比实际还要更少 就这个 就可以了 再来 这第五句话 第六句话 第六句话 同学们有一个词 有一个合成词 导致了这句话的难度 This is the well-traveled road effect People tend to underestimate the time it takes to travel a familiar route 我们首先看一下 有一个合成的词 well-traveled 大照travel叫行走 well-travel 经常行走的 走得很好的 就是那种 经常行走的 road 那条道路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 熟悉的道路的 effect 叫效果 所以我们熟悉道路的效果 我们把它 写简单一点 也写得像一个术语一样 叫熟路效应 叫这个 熟悉路线 导致的效应 但这个 那有人说 老师我翻译的不像你那么好 我把它翻译成 这就是 这就是 经常走的那条路的结果 同学们 我觉得也可以 初题老师和改决老师 都非常明确的知道 你作为学生 不太可能知道 这个短语 它是一个术语 所以 熟路效应 或者经常走的道路 所带来的结果 也都可以 好 我们再看 还有 同学们 我们要关注这个 well travel的这种词 其实呢 如果还是按照前面的话说 如果多做英语一的翻译 长篮句的翻译的话 或者做过呢 问那些我给的 所谓考英语二 必做英语一的真题句子的话 同学们 你就会发现 这种句子的 我们英语一里面比较多 英语一里面 2004年 在基础阶段的 讲定语重句的 第二句话就讲到了这个 well study的 大家知道 这种词 是一个副词 well 加上一个动词的 一地形式 所以这个well travel的 就是经常走的 走的很多的 走的很好的 那么一条路 那well study的 study的叫研究 well study的 研究的很好的 得到较好研究的 所以同样的 后面这篇文章 我们知道的 我们记得最多的一个词 well known 知道的很好的 所以众所周知的 有这样的词 来关注它 我们以后学习的时候 好 再来 看 看一下后面 第二个端句点 断开的 people tend to 人们往往会 tend to 他们注意 叫往往会 经常会 好了 又来了一个合成词 under estimate estimate 他们这个词 根本难不到大家 叫估计 under estimate 叫估计不足 所以叫什么 较少的估计 对了吧 估计的很少 好 所以类似的词 还有under开头的词 合成词 除了这个under estimate 叫估计不足 under rect 叫反应不足 达造rect act 反应 under rect 反应不足 反应不充分 还有under charge 达造charge要钱 其实要钱太少 对了吧 好 注意这样的合成词 那么人们往往会 对什么 估计不足呢 估计不充分呢 对那个时间估计的 就少了 把这个时间估计的少了 什么时间呢 好 同学们 我们关注一下 时间顾免 这个地方 it这个地方 我断句了 为什么要断句 大家看得很清楚 it是足语 take 是位于动词 所以其实这里 是一个省略 z的定语重句 我们需要关注它 其实是the time 我们对那个时间 估计的少了 什么时间呢 it takes the time 所花的时间 travel a familiar route 什么样所花的时间呢 就是 行走在一条熟悉路线上 所花的时间 预估 估计的较少了 可能会 我们较少的估计 都这样翻译 都是可以的 好 来看的英语 把这话过一遍 开始吧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我们加一个 这单步加也可以 这就是熟悉路线 所带来的效应 或者这就是所谓的熟路效应 都可以 人们往往会 往往会低估 对不对 就可以了 较少的估计 低估 低估啥了 估低了 低估 那行驶在一条熟悉路线上 所花的时间 定位重拒 往前放 前置它 好 这是第六句话 我们再看一下第七句话 那当然有没有发现 其实这个文章 说来说去 就那么一回事 反正走一条路 那条路熟的话 花的钱少 就这一回事 the effect的这种效应 is caused by the way we allocate our attention 好 他们这句话 可能当年考场上 扣分的比较多 就是一个allocate 这个单词 不要麻烦一点 allocate 分配 其实这个词 如果想不到的话 也可以蒙出来 我们看一下怎么蒙 注意这里 也有一个定理重拒 这种效应 cause的 by the way 是由那种方式 引起的cause 什么方式呢 that we allocate 好 他们这个z又省略了 我们分配注意力的方式 引起的 那有人说 老师 万一那个allocate 这个单词 考场上不认识人办 他们我说过 如果像这种词不认识 处在主干结构上中的 动词不认识 宾语不认识 主语不认识 一定要尽可能把它蒙出来 你看怎么蒙 我蒙 然后还有注意力 所以 那其实大家有发现 这里也可以这样翻译 如果万一那个allocate 不认识 你可以怎么蒙呢 这种效果 这种效应 是由我们的注意力 所引起的 就直接把那个allocate 省略掉 是不是也还可以了 因为我们的注意力 或者我们接受到的注意力 当然最好把它翻译成 我们注意力分配的方式 我们分配注意力的方式 都可以 好 回来 把这句话复习一下 这种效果 或者这种影响 是由我们分配注意力的方式 所引起的 好 后面进一步解释 什么叫分配注意力的方式 不同引起的呢 好 第八句话 他说 When we travel down a well-known route Because we don't have to concentrate too much Time seems to flow more quickly 好 他们这句话比较简单 断句也很清晰 Because大断句了 引起的原因 时间状态从句 后面Time 这里有一个斗号断开 是对应的主句 前面还有一个时间状态从句 我们可以直接翻译 说当我们旅行在 行驶在都可以 一条非常熟悉的路线到的时候 那由于因为都可以 因为我们不需要 have to don't have to have to 大家知道叫不得不 don't have to 我们没需要 我们不需要干嘛呢 concentrate too much 我们不需要太关注 我们太注意太集中注意力 都可以 那么时间似乎就会 flow 同学们这个词很漂亮 用来说时间 Time flows quickly 对了吧 时间流逝的很快 咱们有一首歌叫 时间都都都去哪了 对了吧 好 那就是时间似乎流逝的更快了 就这样翻译就可以了 那总的来说 同学们这话比较简单 可以直接翻译 来跟我过一遍 开始吧 当我们行驶在一条 非常熟悉的路线的时候 由于我们没有必要 集中太多的注意力 或者没有必要太集中注意力 时间似乎就会流逝的更快了 好 这是第八句话 我们再看第九句话 好 我们再看第九句话 那第九句话呢 也是比较长一点 但不难翻译 那段句也很清晰 首先问重句 那后面的主句是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重句 是不是总是这几个重句 倒是过去倒是过来 那后来我们看看 And afterwards 后来 When we come to think back at 当我们 come to 意识到去 开始去 大家说 come to 有开始去 找走去的意思 当我们开始去 think back on it 去回想 大家说 think是想 back 往回想 on it 这个at是指上 是指前面那回事 对了吧 是回想这条路 走的 或所花的时间 去回想就可以了 那 We can't remember 我们不记得了 We can't remember The journey will 我们记得不是那么明确了 我们记得不是那么好了 因为没有集中注意力嘛 journey也是指旅途 trip tour journey 他们都是指旅途 就是这几个词 tour 还有trip trip 这样的词 好 他说我们有可能 没有记清楚那条 cannot remember 不记得 记得不是那么好 我们对这条路线 记得不是那么好 因为 因为啥呢 We didn't pay much attention to it 因为我们没有太 注意到它 就可以了 好 来看英语 过一遍 比较简单的句子 好 英语二的题 好 看一看 开始吧 怎么说 后来当我们开始去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对也最好把这个b course往前翻译他们 因为因为我们没有太关注到它 所以我们可能对这条路线记得就不那么好了 或者我们可能没有记住这条路线 或者我们对此记忆并不太深刻都可以 好 这是第九句话 最后第十句话做了一个总结 so we assume it was shorter 这个assume这个词 考英语语考了至少三次 如果前面听过咱们英语语的基础阶段 强化阶段的课程 就基础阶段就讲了两遍了 assume叫假设 叫认为 好 所以那我们就会认为 认为啥呢 当tome assume 它的动词形式是assume 它的名词形式叫assumption 这个词大家也应该记得 不要跟另外一个词consume 那照consume叫消费 这个词无论是考英语一还是考英语二 也可能会考 那么我们会认为 it was short 这条路线呢 可能就会更短了 it是指这条路线 好 但你把它翻译成它会更短 也是可以的 因为英语二考的是文章 这个代词前面有提及 所以它会更短 也行 那总的来说 同学们 英语二的这一年题 又年题呢 相对偏简单 那有没有发现 这个作者就那几句话 熟悉路 花时间短 导过去导过来说 有点 正好有一点 有一种中文 有一种说法叫车轱路话 导死过去 导死过来 跟我讲课一样 特别啰嗦 反正就在说这事 好吧 那同学们 按照惯例 我们的挑战 才刚刚开始 看的英语 把这篇文章 给我一起来过一遍 开始吧 注意刚才我们讲到的一些要点 怎么说 想一想 或者设想一下 我们正开车行驶在 一条非常熟悉的路线上 那这条路线 可能或者 或许是 你上下班的路线 或者进城的 进城的一条路线 或者是回家的路 无论是哪一条路 那你对 每一个拐 每一个弯 都了如指掌 非常熟悉 在这样的路线上 那我们更容易 在开车的时候 心不在焉 或者是 对路途当中 沿途的风景 也很少关注 那这样一来 或者结果是 你可能会感觉到 这条路线呢 比起实际上 要所花的时间 要少一点 那这就是所谓的 属路效应 人们往往会低估 我们在走在一条 行驶在一条熟悉路线上 所花的时间 这种效应 是由我们分配 我们注意力的方式 所引起的 当我们行驶在一条 非常熟悉的路线时 因为我们没有必要去 太关注这件事情 所以时间似乎流逝的更快 后来 当我们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 由于我们并没有 太注意到它 所以我们对此 对这条路线 记忆并不那么深刻 或者记得并不那么好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 我们就会认为 这条路线会更短一点 好 同学们 这就是2015年的考评 我给大家讲解到此了 我给大家看